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ny 明天是美国独立日 今天美股提前三个小时关门 明天还要休市一整天 虽然交易时间短 但还是有几个突出的亮点 市场上最亮的仔是特斯拉 高位继续大涨 眼看300美元一股近在眼前了 这比起年初101的最低点 居然快要涨两倍了 可以说在特斯拉的交易上面 我是不成功的 这只股对消息特别的敏感 重大利好利空消息又特别多 需要相当强的定力 才能够做得好这只股 回顾特斯拉股票暴涨暴跌的历史 公司业绩扭亏为盈 股票进入标普500成分股 交车数据节节高升 使股票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 获得了巨大的涨幅 后来马斯克得以忘形 开始卖股票交税捐款 筹钱收购Twitter 还有那个马斯克的弟弟 减持的股票等等的神操作 让股票大跌了 到了2022年下半年 特斯拉汽车从供不应求 到开始降价促销 市场态度大逆转 认为特斯拉前景不乐观 股价一度触及100亿美元低点 当时分析师看空最极致的一个人 预测是80元见底 但是市场永远没有对错 也不存在绝对的精确 模糊的准确就已经超过大多数人 做股票没有办法追求买在最低 卖在最高点 中短线大概能够赚个差价 跑个波段就可以了 实在跑不了波段 就低仓位 长线持股 多拿几只前景看好的股票 不要锁定在一两只股 孤注一掷 那么特斯拉今天的消息是 交车数据 特斯拉在二季度生产了 47.97万辆车 交付了46.61万辆 其中Model 3和Model Y 生产46.02万辆 交车44.69万辆 高端车Model S和Model Y 生产了19,489辆 交付了19,225辆 这个销量是串了记录 交付数据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这是今天股价跳空高开的原因 股价一度冲上280 注意到产量高于交付 这是特斯拉连续第五个季度报告的 汽车产量大于交付数 说明生产的汽车仍有一定的库存 当年公布应求 排长队等交车的情况应该是大达缓解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 会发现产量虽然还是大于交付 但是差距有所减少 一季度剩了18,000辆 二季度只剩下13,560辆 产量差而在缩小 说明供求关系有所改善 这个是利好 特斯拉年度交付数 增长目标是50% 要实现这么高的增速 特斯拉主要是通过降价 降价促销 销量是提高了 但毛利率要降 在7月19日即将公布的特斯拉财报里面 投资者将会关注利润率的变化 看看到底降价之后 特斯拉还能不能维持比较乐观的毛利率水平 7月特斯拉财报还有哪些看点 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再做分析 即使股票涨了许多 摩根达通仍然维持了特斯拉的减持评级 将目标价从115美元提高到120美元 我感觉分析师可能是看盘软件出了故障 拒绝承认股票已经疯狂上涨的事实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特斯拉涨幅过多 连马斯克都提醒大家 不要融资买特斯拉 这是一只波动特别大的股票 借钱买特斯拉可能会亏大发 今天大盘提前收盘 但是指数人延续小幅上涨的趋势 预计截后仍会继续上涨 纳斯达克指数下一步就是占上14000点了 距离2021年年度的历史最高点16212 还有2000多点的空间才会挑战新高 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美股上半年的上涨存在严重的结构化问题 大盘的上涨主要由七大巨头所贡献 特别是苹果 下半年想再指望这个七巨头继续拉升大盘 谈何容易 你想3万亿是个什么概念 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是一克的重量 那3万亿的钞票堆起来 重量高达330万吨 那一栋30层楼高的大楼重量是10万吨 这一个苹果的市值 好家伙 用100美元堆起来相当于是三栋30层楼高的大楼那么重 如果一张100美元厚度是0.11毫米 那3万亿美元堆积起来高度达到了33万公里 差一点点就可以从地板堆积到月球了 美股大盘可不能光指望这些巨头继续上涨 而是需要普涨 只有更多的个股加入到上涨的行列 大盘才能够涨得久 涨得健康 从纳指的趋势来看 大盘有望继续上涨 底部形态还是比较清晰的 标普也有继续上涨的信号 很快就有可能向上挑战4500点 然后是历史高点4800 这让人非常怀疑美股到底是有没有熊市 怎么2022年跌的大家都没什么希望 而2023年就这么悄默默的收复了一半以上的跌幅了呢 虽然标普走势良好 但接下来是一定要多一些个股走出底部 形成合力 标普500是505只股票 500家上市公司 大盘权重股虽然影响大 但如果500只股大部分走出底部 那么美股的卖牛格局将会回归 否则只是几只超级大盘股一直涨 实在没意思啊 在烟龙访华前几天 中国提名了潘工胜 任命中国人民银行新的党委书记 预计下一步可能担任中国央行行长 潘工胜在1997年到1998年 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 在201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金融高官 海外媒体认为 中国在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前夕 突然任命具有美国留学背景的潘工胜 是在向外界表明中国金融市场 继续对外开放的态度 也体现出对耶伦访华的非常重视 中美双方共同发布的消息表明 美国财长耶伦将于7月6号到9号之间访问中国 那么耶伦访华是干什么去了呢 耶伦是财政部长 又是前任美联储主席 这个身份决定了 他访华最有可能的目的 就是兜售美国国债和对人民币汇率提出看法 当然即使是他结束访问 官方也未必会公布这两件事情的消息 不过呢 坐在什么位置就会专注于自己的KPI 美国财长的KPI尤其是在上半年美国债务上限险些暴雷 好不容易获得国会批准继续发行债券的时候 耶伦向市场上发行债券继续借债 量太大的话会对债券市场形成冲击 发债太多债券利率上涨了 对财政部不利 对美联储的加息也是一种逼宫啊 让中国增持美国国债而不是减持 可能是耶伦此行的一大用意 至于人民币汇率 美国可能会乐于看到人民币贬值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正在抗击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胀 而美联储几乎弹尽粮绝 再加息的空间很有限了 量化紧缩已经执行了一年多 核心通胀还在4.7% 那要防止美联储手上的牌出完 通胀还压不下去 导致通胀预期失控 有一个好的办法 就是从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进口的东西降价 你看假设7000人民币的一台空调 卖给美国要按汇率7比1是1000美元 那要是人民币贬值到了7.5 美国人就只需要支付993美元了 同样是7000块的人民币 对美国来说呢 进口商品降价了 这就是为什么日元贬值 人民币贬值 美国暂时默许的原因 但是除了这两项可能是暗地里沟通的事项之外 耶伦访华有些明面上的事要和中国沟通 今年4月20日 耶伦出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曾经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讲话 因为这个事情时间上面还比较靠近 我们可以用来推测耶伦都关心的什么问题 当时耶伦提出对华关系三原则 第一原则 先确保美国和美国盟友的安全利益 那这个很正常啊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首先得是自己的利益啊 第二个原则是 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 促进两国增长和创新的经济关系 第三个是在宏观经济沟通 气候问题和债务困扰等方面进行合作 关于债务困扰问题啊 耶伦指的不是美国自己的债务 而是面临债务困境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知道像斯里兰卡 赞比亚 加纳等这些国家 外债偿还出现困难 耶伦指出 全球债务问题不是中国或美国的双面问题 但是关于负责任的全球领导力 也就是说 你借债给这些国家 还不起了 你要给予减免 认赔 不然这些小国经济基本面越来越恶化 对大家都没啥好处 从耶伦4月份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中 估计此次访华 耶伦还将要求中国要迅速采取行动 来解决债务问题 但是这个坏账一笔勾销 对中国的银行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今天简短的说这两件事 本周后面的视频将会谈一谈下半年的交易思路 欢迎大家订阅阳光财经 并在评论区提出问题 我好在下期节目当中为大家参谋参谋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节日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